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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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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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答案是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答案是 李宗盛 台南清烤牛肉好吃的关键是 台南的哪一区拥有屠宰场供应新鲜牛肉 台南清烤牛肉好吃的关键是 台南的哪一区有屠宰场供应新鲜牛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南小吃店 台南小吃店饭售的活油鱼其实是以干油鱼经过特殊的发泡手续而成和有爽脆的口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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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 at tampen 白髓粿粿,白髓粿粿是什麼意思?請做答案 好,請亮答案牌 答案是倒貼 夜家小卷米粉應該是全台第一家小卷米粉 他原本是賣什麼料理呢? 為了突破季節限制才改賣小卷米粉 請做答 請亮 答案 答案是烏魚米粉跟皮刀魚米粉 依照台南古理,小孩滿周歲要準備紅麵菇 生兒子要準備雙年龜,生女兒則準備一般的紅龜 請問準備雙年龜它的原因是什麼? 好,請亮答案牌 答案是希望可以繼續生兒子,可以連續生兒子 菜尾湯原先是將半桌剩下的菜與食材做完美的結合 因此不會說煮菜尾湯,而是用一個什麼字來描述分認菜尾的動作 好,請亮答案牌 答案是結,結,結菜尾 十六題 西井村滷味它有所謂的四大法寶 其中一個是選用國寶及師傅的手工純棉棉被 請問它用棉被的用途是做什麼? 西井村滷味有所謂的四大法寶 其中之一是選用國寶及師傅的手工純棉棉被 請問它的用途是做什麼? 好,請各位亮答案 答案是蓋住乳鍋,使鍋子的受熱均勻 十八題 在台南創立於1893年的米粉製造百年老店是 哪一家?請翻 產蝦餅的人氣店家德一蝦餅 它是將整隻蝦子連殼帶肉繳碎製成 但是不包括蝦子的哪個部位 德文在這邊報告一下 最高分是施敏超9分 最高分是施敏超9分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陳仲義8分 那7分的有四位 蔡東玲、林大謙、吳光玉、鄭麗玉 那5分的有兩位 陳夢惠、廖浩俊 4分的有兩位 林怡君跟吳秀映 那根據我們比賽的規則 第二名就是施敏超 第三名就是陳仲義 那第四名因為有四位 那我們只有取兩位,四五嘛 我們只取四五 所以這四位還要在PK 那其他的 就是我們後面的名次 就是 就是八名 八名以後的名次 我想大家剛剛都有聽到我們的題目 台南的確實是博大精神 它有很多的故事在裡面 那每一個店家其實都有它的獨特性 跟它的傳承在裡面 所以今天的題目 我們為了要讓這個比賽呢 有一個間別性 所以我們題目 確實是出的比較難 那我想 每一位參賽者 其實經過了好幾關的挑戰 每一位都算是很優秀 那也希望未來在 往後的機會裡 可以多多參加我們的比賽 那有機會呢 也幫台南的美食 多多做宣傳好嗎 好 我們請現場的觀眾給他們一個熱烈的鼓鼓掌 謝謝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形狀 麻煩你幫我把那個形狀 用畫的用寫的因為 告訴我是什麼形狀 好不好 好 但是視角跟長方 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第四名市 這位小姐是 陳 吳芳玉小姐好 那這邊到我們 台下做登記 那先生名就是第七名 那 再來兩位還要站一個 複聖號碗粿 很特別喔 我們觀察小吃 細心喔 剛剛他洗米啊 水拿來洗 最後我們吃下的那個 碗粿的碗 然後呢 除了淋他特製的油膏 淋醬之外 上面 一般我們在台北吃小吃 就是辣椒醬 他總共有多少種提味 不一樣的東西可以讓你自己添加 夠難喔 第一位大哥呢 來 蒜泥 答對了兩個啦 那兩個 小姐的部分 哇沙米 他都寫住 辣椒 哇沙米 酸 可能還沒寫完 對 所以 蒜還是酸 酸還沒寫完 酥安 蒜 蒜 蒜 那是蒜對不對 這樣蒜嗎 他應該是他三個都對 好 那我們恭喜我們這位小姐獲得我們第五名 謝謝 蔡西方老師幫我們摸出五名 對啊 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們的活動 兩張 三張 三張 這個折的很小的 四張 好我們工作人員呢也會幫我們來看一下齁 是不是你有符合這個資格 第五張 第五張 好的各位現場所有熱情的嘉賓朋友們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我們任意次台南美食節的活動現場 那接下來呢就可以說是我們的榮耀時刻喔 再稍後我們馬上就要來進行的是今天的頒獎典禮了 那當然呢我們台南美食節一系列的活動也會在今天要完美的來畫下句點 但是我們的美食同樣邀請大家持續的支持我們台南在地的美食 那接下來呢我們是不是也再次熱情的掌聲歡迎我們這一次的主辦單位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我們局長陳俊恩局長今天也是一整天呢都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所以我們掌聲請局長來為我們支持 局長五安局長好 謝謝謝謝在場所有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能夠在美食壘台 這個打人賽呢能夠站得出來的這幾位年輕的好朋友 十二位啦 非常不單單 台南美食的白白種啦 所以能夠出的題目喔 我剛剛私底下問幹部說 那你這一次的雷台賽之後 你要公佈280題的題目 阿公的美食喔 你的美食賽沒地方出啦 然後呢我們幹部就跟我說 我說不會阿 我覺得我的題目還很多 那表示說 爸爸種的食物裡面呢 確實呢 只有每一年呢 不管是這個城市還是我們幹部還是呢 所有參賽的選手們 我們每年每年都不斷的在發掘 我們台南美食的魅力跟特色 那這個城市的美食文化 美食旅遊才會更加的在往前 每一年都來往前大步來向前啦 所以我少說一點 今天呢看到最後的結果 十二位夥伴能夠脫穎而出 我相信大家的實力呢都已經在我們之上了 姑且就稱他 稱大家呢 這十二位是真正的台南美食達人 未來大家在部落格還有Facebook 可以自我這樣稱呼了啦 因為我就是忠心的這樣認為的啦 再次謝謝 所有網路參與的朋友 還有今天來參加 好 恭喜是我們來第十名 好 下一位 好 我們請頒發的話 先在台上也先請你留步 好 好 我們這邊是接著一個一個頒 那今天也真的有提到 每一題題目呢 真的是有不太簡單喔 有些玄機 那也有一些地方呢 讓大家想了很久 那當然在過程當中 我們得都了解的每一道美食 還有背後的一些意義跟文化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台南的人情味啦 最主要的是 每一道美食的背後 都有一段故事 有這個故事呢 有可能是親情 有可能是愛情 那也有可能是希望可以繼續傳承 這一份好味道 都深深的在我們台南市民朋友們的心中喔 好 第六名 是的 比個讚啦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好 我們要盡量趕快捕捉這個難得的一刻喔 大家都是達人欸 對不對 我們今天大家都是達人 好 是的 二雷四 台南美食結實在好滋味 我們也是持續的邀請大家 可以在我們活動現場來品嘗美食喔 我今天也是一整天呢 都可以看到各個攤位 大家都非常的熱情的招呼我們 所以希望我們都可以支持我們在地的美食 最重要的除了我們在地支持自己之外呢 也希望多多的將這樣子的文化這樣的美食 不管在網路上或是親朋好友見面 或者是過年即將要到了對不對 這個伴手禮呢也可以帶回去 跟你的親朋好友來分享啦 好 好 我們看著大會前方的攝影鏡頭 恭喜 好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陳仲義 平凡 對 好 平凡 對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名次喔 得到的那個禮物不一樣 好 那恭喜我們這一位是獲得我們的平凡 接下來要翻花的呢 是我們的徐秉超 好 我看看你獲得是什麼禮物呢 好 那一比個讚啦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先請以上的美食達人幫我幫我一個忙齁 我們都先在旁邊這邊先稍微稍等一下齁 包吻在邊邊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頒發的就是我們 美食達人雷台賽的冠軍 我們要恭喜的是王文麗 有沒有在現場 請我們王文麗上台來 是我們今天的達人冠軍 好 因為他今天身體不舒服 好 我們請哥哥代表領獎 好 哥哥你覺得非常的榮耀 好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我們的王文麗小姐齁 那他因為身體不太舒服 現在是由哥哥來代表領獎 來獲得就是我們的十二萬元的一個美食的獎金跟合約啦齁 也希望藉由美食達人雷台賽 那他之後也要有進行一些部落格的分享 希望將我們的美食分享出去 好那我們請大家一起上前來一張大合照 好請大家一起上前來一張大合照 好 我們大合照完之後呢 要請第二名跟第三名齁 老師我們先請老師也一起來到台上合照 因為老師今天是我們的裁判長 好在合照之前我要先跟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朋友報告 好待會請準備分享感言跟心得 好這個剛剛局長有交代拿到平板了齁 分享一下這一次有拿到這個平板以及呢 已經是我們達人的這個分享的心得 好來我們比個讚好不好 如果你有另外一支手的話別外一支讚 好把你的紅包亮相給我們囉 現場專品朋友給我們場上的達人一個熱情的掌聲 恭喜啦都是我們的美食達人 好最重要的就是將台南的美食持續的推廣 在現場所有的朋友們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看到這樣的一個美食達人的擂台賽喔 那我心好癢喔 我好想來參加喔 其實呢我們說美食它不只是填飽肚子 它擁有的是一種非常有深度的人文文化 還有對於每一個家庭也許我們台南有很多 尤其我覺得在台南市喔 應該是講說以在家庭的結構上面 家裡面從事餐飲業的比例 應該是在全台之館應該是最高的 那每一個家裡面如果是以這個 經營飲食業為生活這個中心的一個家庭 其實它會有更多的故事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剛剛局長在煩惱 明年是不是有題目會沒得出喔 放心很多的題目 我今天回去先把那280幾題都先答完 明年我也來 但是呢它的深度在哪裡 就像剛剛我們有一個題目有講到那個 複聖號的碗粿 然後有跟禮語結上了一個非常好玩的一個意象 叫做阿婆吹粿 為什麼阿婆吹粿 叫做豆湯 是因為如果你下一次去 不是說我要跟人家一起排隊 然後去買那個碗粿回來吃飽而已 你要仔細去看看這一碗碗粿 在它看到你的時候 那個麵料都在上面 那個其實在我們生活的一個禮儀上面 它叫做酒瓶歡喜麵 就是把很豐富的物料都放在上面 所以呢 碗粿呢 店家賣給你的時候 它絕對不會把它趴過來 因為這樣子它就變成屁股對著你 這是做生意的學問 然後呢 在錘粿的同時 因為它是蒸的生的米漿去蒸的 那碗呢 用的是陶土的一個碗 那蒸的時候旁邊比較快熟成型的 但是中間的米漿呢 在那個尖尖的蒸鍋中間 蒸氣往上面衝下來 就會讓你蒸熟的那個花粿中間 會有一個小凹洞 所以我們通通會講說 人家好吃的粿是什麼粿 是阿婆粿粿 但是阿婆粿粿呢 中間就會凹一個小洞 所以這個禮語就來自於阿婆粿粿 叫做豆湯 大家好 我是米超 叫我阿超就可以 是 台南歸人人 對 我住在歸人 那在韓式上班 對 那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這邊參與 這一場 就是緊張刺激 卻又不談深遠的傳承意味的活動 是 對 我覺得台南是一個非常 非常適合 人們居住的城市 而且它的目標是很 不管是 從老到幼 甚至是從本國到非本國籍的 都是會很喜歡 甚至是很願意前來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請局長 抽出這一張神聖的一票 性命得主是誰 請局長告訴大家好了 姓名是 黃金主 身分證透 四馬是1769 好 我們來看他有沒有這個資格 來看一下有沒有符合我們這個資格 有 有 那就恭喜 謝謝我們的局長 為我們摸出的王金主 恭喜你獲得我們的 智慧型手機 掌聲鼓勵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剛剛有說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主辦單